所以如何消除业障 老和尚讲 消业障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舍弃 这样就消业障 你把执着放下就消业障 你都去责怪别人 那你自己执着都不放下来 业障怎么会消呢 所以老法书说 学佛人无论受什么委屈 阴枉都不能怨天留人 像幻存人这样 你看他是幻中燕的儿子 还被贬到南方去 岭南那么个地方 所以老和尚说 无论什么委屈阉枉都不能怨天留人 翻翻覆覆的接受他人的无路毁谤 像我第一次被贬官 跑去受五戒跟菩萨戒 第二次贬官 我欣然接受 我完成伊丽宝超 的拍摄工作 开始规划拍摄伊丽宝超的动画 我从这2006年开始规划 那时候是第二次被贬官 我开始规划伊丽宝超动画的拍摄工作 总共进行十年 到2015年 办万人念佛 第一届的万人念佛 我才完成伊丽宝超的拍摄工作 一共十年 古人讲十年 某一件 所以我两次贬官 我两次都是向上提升的动力 世间法看起来是贬官 世间法看起来是增加我们什么 我们精进用功 增加我们的福德质量 这就是什么 就消业障 就不厌天留人 欢欢喜喜接受 业障消与半 你不愿意去接受 还要加重利息 所以老法是说 欢欢喜喜接受他人的五路毁谤 可以为自己消灾 问题是我们看不过放不下 遇到人家五路毁谤 我们本身也照可业 业障也没有消 灾难也没有消除 对厌恨我们的人 永远的爱父 关怀与帮助 冤结自然就化解 无条件的去帮助别人 既不求民也不求利 就不会有障碍 学佛后 确实能逆来顺受 业障就消了 业障的根本 就是烦恼习气 烦恼习气是什么 总不外乎自私自利 明文立阳 贪生吃慢 五一六成 你的行为跟这些相应 麻烦就来了 这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 招恶业 扣舞自己的烦恼习气 就是消业障 所以我们拜佛忏悔 我们拜经忏悔 这也是消业障最好的方法 但是最重要就是 你必须要断除 降伏自己的烦恼习气 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 须扑底尊主问佛 第一句话 云吼降伏其心 你要怎么降伏你的 你云吼降伏其心 你必须要断烦恼习气 就是消业障 心一天比一天清净 就是业障消除的现象 心一天比一天烦恼 你就是业障增加 没有自己 把这个身体奉认给佛教 献给一切众生 这就是转业力为愿力 就是佛家讲的 成愿再来 不用等到来世 你今世就可以成愿再来 我们常常去帮人家祝恋 老菩萨往生 希望你回路娑婆度有情 成愿再来 你现在如果把业力转成愿力 那你现在就是成愿再来 老和尚说 有占有支配 以控制的念头 就是照应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不知不觉的 就会有占有欲 占有的心 会有支配控制别人的念头 所以往往比如说 像我们学佛人 世间人自然而然就会有 占有支配控制的念头 这不用说 我们学佛人其实也会 比如说你的信徒跑掉了 跑到对面的佛事 去扶持别人的 你会不会起烦恼 你会不会去诚心呢 那如果有的话就是照应 别人照应 我们也不必说了 说了以人结厌 结厌醋 他也不会接受啊 你讲别人的缺点 讲他怎么样 他也不会接受 你反而跟他结厌醋 要紧的是自己决定不可以照欧业 胡思乱想 是照轮回业 功夫不得力的时候 我们修学没有魔障 功夫不得力的时候 我们修学没有魔障 为什么 我不用来考你啊 可是你功夫稍微得力的时候 魔障就很多了 障碍就很多了 嫉妒就很多了 活叫我们天天练佛天经 都将功德回向给燕心寨主 希望他们明了 我们成就了 就是报恩还债 这样就可以减少 燕心寨主的障碍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没有把握的 就不要往下断 只要能迁徙 背下就不会造业了 那么业障呢 就是起心动念 业障要消除 福慧才会增长 所以你看我们起心动念 我不是业 我不是罪 我们起心动念就是我执 老头上讲 四大烦恼长香水 我贪 我爱 我撑 我吃 你只要起心动念 是我贪 我爱 我撑 我吃 业障就现钱了 所以业障 就是起心动念 那 不练佛呢 就会造业 多练佛呢 就是消业障 你起心动念 打妄想 就是业障 你一天到晚 讲废话 是业障 老头上说 一天到晚讲废话 讲人我示灰 所以一天到晚讲废话 是业障 念佛 你不打妄想 时间不够用 没有办法打妄想 也不说会话 那你的业障就消除了 业裂病 可以调解 欠导来化解 业障病 可以用真心忏悔来化解 不得罪人 魔障就少 得罪人多 魔障就多 不议论别人 一议论就造业 别人的不善 与我不相干 放在心里 是我们心不善 放在口上 是造口业 性情不好 常常生病 心不慈悲 就是业障 老上这一段跟我们讲业障 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一天到晚说 怨消三障之烦恼 怨得智慧真面料 我要消除业障 业障怎么消 不知道 老老师跟你讲这么清楚 起心通人就是业障 你不恋佛就是业障 你打妄想就是业障 一天到晚讲会话就是业障 话很多 这些都是一般人没有注意的 不晓得业障在哪里 你要知道业障在哪里 才知道怎么去抓这个贼 他会结你的功夺法财 所以我们要记得 起心通人就是业障 不恋佛就是业障 打妄想就是业障 讲会话是业障 议论别人就是业障 说别人失败就是业障 别人不善 你放在心里也是业障重 你放在嘴巴就照顾 这一段好好把它记起来 老实上就讲 所以你嘴巴不说 可是你放在心里也是业障 你看到别人的缺点 放在心里也是业障 老实上说心情不好就会生病 常常生病 心地不慈悲也是业障 所以我们都怕生病 老实上说业内病可以调节 那业障病怎么办 业障病就是你以生计来过去生的业障 你用真心忏悔来化解 那你不得罪的业障 业障消一半 魔障就少了 因为老和尚还教导我们 怎么样 可以消耻业障 培养慈悲心 老和尚说素食 他说素食是卫生 卫性又卫心 素食是很卫生的 卫性就是保护我们的佛性 互恋我们的自信 那为什么叫卫心呢 它可以让我们有清净心 会跟清净心比较容易相应 所以肯定会消业障 卫生是保护身体 卫性是讲护卫你的性情 卫性是护卫慈悲心 所以参数业障 从哪里落实 经上讲得很清楚 善乎口业不及他口 善乎生业不失利 善乎异业清净无然 所以参为业障 或不再造 感念就不可思议 天天恋佛 天天消除业障 学佛不是一帆丰盛 这与多生累劫的业障有关 功功尽敬的拜佛十万次 业障就消了 佛本中有求补隐 是因为求的人有业障 业障消不了 是由于缺乏真心真信 若以真心真信去求 那就一定会有感应 天天接受佛法的心讨 可断移生性 灿除业障 业障现前 要懂得消业障 把自己的故事改正过来 或不再造 我们需要饮食是业障 吃的时候 牺牲惭愧心 以感恩心 足物对我们牺牲奉献 我们接受足物的供养 一定要真修行 我们有了成就 那些足物也有功德 平时忍入是消业障 好事让给别人 辛苦自己承担 这个消业障 真忽悔 比什么都快 一切人事物的磨难 都是在帮我们消业障 一切的人事物的磨难 都是在帮我们消业障 我们要翻翻洗洗的承受 绝对不起惩惠心 吃亏是福 肯吃亏 以前的业障就消掉了 佛内教我们一心向道 完全不理会障言 有一个人看不顺眼 有一件事不满意 就成了往生净土的障碍 这一生中绝对不得罪任何人 绝对不以人接应 业障消除才能够往生 你真正懂得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这才是真正消业障 欢欢喜喜的接受一切业障 灵命中时就没有病痛 以上是静空老法师给我们开示 怎么消业障 这大家都很需要的 就是放下你的妄想分别之作 感谢观看